這是歐巴馬食品有限公司 恭喜歐巴馬食品有限公司 獲得我們這一次的冠軍 2022年國產農產品烘焙創意競賽 前三名揭曉 他們以紅豆 鳳梨 花生為原料 創造好看又好吃 同時兼顧營養的食品 在15家業者60款產品中脫穎而出 本次我們歐巴馬參賽的產品 比較屬於台東在地的食材去製作的 像是有一款產品是歐巴馬金世家 是選用台東在地特產的鳳梨世家 加上台東在地自己產的鳳梨去熬煮呈現 再加入紅豆餡去做一個呈現 並且造型就跟鳳梨世家一模一樣 非常開心因為畢竟第一次參加這種比賽 也非常謝謝署長給大家這個一個機會來參加這個比賽 然後非常謝謝我們農糧署還有執行單位 跟所有的工作團隊成員 謝謝大家 也謝謝每一個來參加比賽的烘焙店家 以及每一個師傅 謝謝大家的努力 謝謝 因為我本身是農家子弟 所以說能夠幫農民盡一點心力 其實也覺得很驕傲 然後我的產品裡面 我的鳳梨酥比較特別 我運用了百香果泥跟奇異果 然後結合成一個鳳梨酥 然後我的那個植米 植米那個爆米花 有應用到台灣的豬肉鬆杏仁片 然後做成比較圖特的那個爆米花 然後花生的部分 我運用北港的花生 然後做成薄片狀 然後吃起來不會黏牙 然後另外一款紅豆的部分 我結合了比較堅果 多種堅果類的一個組合 吃起來比較不會甜的部分 吃起來不會比較順口 我們小布田是以推廣 傳達就是健康以及品味的真心祝福 作為那個目標這樣子 所以來進行研發 然後也希望就是農娘署 可以藉由這次比賽 就是推廣各個參賽者 就是讓大家的產品更推廣 我們這次的作品 比較特別的是櫻花鳳梨酥 就是我們不僅添加了鳳梨餡 還添加了那個梅子獎 也是台灣的那種產品之一 是是 對 那我們非常榮幸 因為今天得獎的三位 都是第一次參加 這一位是從台北來的第二名 這一位從台東來的第一名 還有這一位從台中來的第三名 三位都是第一次參加 三位年輕人都具有創意 他們把台灣的紅豆 然後鳳梨還有肉花生 展現在他們的烘焙產品上面 而且用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 國產的產品作為他們的材料 那加上他們的創意跟巧思 來創造我們新的烘焙產品 那我們很高興 因為現在疫情逐漸在降溫 那我們的國門也逐漸要為 國際的這些觀光客來開放 所以我們很快的就會把我們的這些 創意烘焙的冠亞濟菌的產品 來把它量化量產 在我們的機場 或者是在國內的商店 不管是實體的店面 還有在虛擬的店面 我們來推出 因為用國產的食材來做成的這些烘焙產品 是食物里程對短 碳足跡最少 同時也是飛機改的產品 那最重要的就是對於土地的愛惜 對於我們飲食文化的傳承 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所以我們很感謝這麼多的業者來參加 那同時非常榮幸 三位都是第一次來參加 但是他們的創意被國人所肯定 被裁判所認可 因為紅豆 鳳梨跟花生 這三項農產品 是以前國人在做烘焙產品 最主要的食材 所以我們就以這一些 台灣人的飲食傳統 還有這些文化裡面 來挑選出這三項 最容易來呈現台灣人的這些飲食文化 特別是在傳統的烘焙業 還有傳統的這些 台灣人的飲食習慣裡面 這個是最具體可以呈現的 因此我們就選定這三項 那這三項 國人都有生產 紅豆的話在屏東跟高雄 落花生的話在雲林跟彰花 鳳梨的話在台東花蓮 還有從南投以南一直到屏東 各縣市都有 所以這個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國產農產品 農糧樹舉辦競賽 邀請業者運用國產原料創作 發展出在地特色產品 且以時尚且攜帶便利的 半熟禮禮盒為創作重點 是民眾中秋探親房友辦理的好選擇 我們看到了我們所有的店家 非常巧心地 這個運用他們的巧手 創造出這個非常獨特的一些商品 用他們的巧手來形塑 組合成又好看又好吃的 又好吃的這個禮盒伴手禮 我們今天評審真的顯然評審 我們看到了我們的燕麥 可以跟紅豆組合在一起 我們的銀耳也可以跟我們的紅豆組合在一起 還有我們的梅醬也可以跟紅蟻組合在一起 還有我們的香釉跟紅蟻組合在一起 看到我們的花生蔥、麻辣花生 還有我們的可口花生 真的是感謝各位的創意 那在這裡我也請代表我們的評審團隊 跟各位大家一起來勉勵 讓我們共同為我們的國產農產品 能夠開創新好商機 成為我們大眾所喜好的新商品 台灣的農產品非常的多元 那非常的多元啊 我小的時候 我今年已經64歲了 我小的時候所吃到的這些 不管是糕餅 不管是我們的烘焙 還有我們的花生糖等等 全部都是國產 我小時候台灣 那時候台灣還很年窮 但是我們的傳統飲食非常吸引人 我到現在長大以後啊 我都一直在發念 怎麼樣去吃到 純正用國產農產品來製作的 這些糕餅 還有我們的傳統美食 我們今天很高興 因為我們再度把我們的 很容易來進行 或者是我們平常在做烘焙 任何的這個糕餅的時候 都會用得到紅豆 還有鳳梨以及肉花生 來做為食材 做為今天比賽的主要的食材 那當中我們有規定四項 每一個比賽的參賽者 要做出四項產品 第一個就是用紅豆來製造 第二個用鳳梨來製造 另外用肉花生要製造 兩種產品 花生糖的產品 那因為各位這個是創意 封閉創意競賽 那封閉創意競賽 我們很感謝我們司所長 司所長還有我們的高品工會 幫我們在全國來做行銷 來招募各路的英雄 所以有很多人來參賽 那參賽之後 我們在7月8號已經收掉了BEP 之後有15個業者入圍 入圍之後 我們今天早上 把他們的產品拿來比賽 所以今天我們的評審的業者 非常辛苦 那一下一下不管視覺或是味覺 等等各方面 分數打出來 其實到現在我都不知道 哪些人得獎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選出 冠亞季軍各一位 另外還有優等跟加州 總共加起來有15位 所以在做15個業者 你只要入圍 都已經代表在全國都頂尖 同時我們也很感謝各位用創意 最重要是用台灣的國產農產品 來作為素材來製作 製作好今天我們比賽的這個結果 其實每一位業者都會從8月1號開始 在他們店裡面來做行銷 然後量產 之後我們冠亞季軍 我們會在網路上來做這個虛擬 就是網路的這個礦貌行銷 所以從今天比賽完 翻完獎之後到8月1號 在每一位業者 他們自己的支禮店面 也會來行銷 我們敬請各位來期待 那過去幾年來 我們今年辦到現在第五年 第五年辦 因為過去幾年我們 非常有信心 辦了之後 對於國產農產品 比如說紅豆 或者是一些水果方面的 這個使用在加工方面 給我們很大的信心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業者 以往講本求力 考慮到成本的結果 大概用其他的 國外進口的紅豆 我們的紅豆 主要從哪些國家呢 從澳洲 從巴西 從加拿大 或者是美國 有時候從泰國進來 那個食物里程很長 碳足跡很高 所以怎麼樣來 因應全球化的氣候變遷 只要用國產的這些雜糧 來作為我們的材料 其實就是我們業者來響應 全球暖化 或者是靜零碳排 盡最大的一個貢獻 之間產品有像台灣小吃 臭豆腐 豆干等外型 實際上是甜品滋味 還有可愛 放大食材等有趣造型 賞心悅目 美味又療癒 8月1號開賣 歡迎民眾支持國產食品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今天呢我們的這個 今天呢我們的這個